新潮澎湃看福建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茶产业 两千多年前 茉莉花经海上丝绸之路引种至中国 在福州落地生根 造就了福州茉莉之都的美名 如今福州正在积极扶持茉莉花茶产业 将传统茶文化与文旅消费潮流 巧妙融合 延伸产业链 曾经的烫金铭片 如今焕发出新的光彩 36摄氏度是气象学意义上的高温 但是这样的气温 却是茉莉花的舒适区 只有在盛夏福天 正午烈日下锻造出的茉莉花 花苞才会长得饱满 圆润 香气也才会更浓郁 这个时候采摘福花就成了重头戏 为什么要采还没开花的花苞 它香气都在里面 等到晚上八九点的时候 它会开出来 跟茶叶会一下它香气出来 被茶叶吸收 而就在八十公里之外 福建春伦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化监管平台负责人陈南 正在通过视频监控 实时查看茉莉花种植园的情况 这个监管平台还通过花田里的传感器 收集土壤湿度 光照 风速等各类信息 智能评估茉莉花的生长情况 七月的台风隔美带来了连日暴雨 陈南借助这个智能大脑 早早做出了各项决策 通过我们的探针 他们就可以检测到 这边的湿度已经破百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性地排水处理 还有一些比如说猪猪腐蚀 后期的养护管养 这种没有跟进 然后还有一些病虫害的一些防治措施 插上高科技的翅膀 茉莉花茶产业已带动福州茶农花农2.6万户 户均增收1.2万元 小小茉莉也能开出致富花 不少茶企还请游客来田间采茶制茶喝茶 感受生态美百姓富的特色产业 真香 我现在是背上背楼戴上斗笠 这里有很多小游客跟我一样 是一副茶农的装扮 我们现在就来到种植园 沉浸式地去感受 采摘的乐 暑假里 络绎不绝的市民游客在茶园里探索大自然 近距离感受福建的茶文化 文旅加产业的模式 让茶园也变身 即研学康养文旅体验与一体的景区 就把它拔下来对不对 一个一个拔很好玩 一个一个拔 就是你要一直在寻找它 你在寻找什么呢 寻找一牙两叶的茶叶 在这个寻找过程中也很有乐趣 通过精心设计的文语项目 让游客亲身感受茶的魅力 了解茶的历史文化和制作工艺 让更多的人喜爱和了解茶文化 最近City不City这个梗很出圈 在我看来City就是很潮 很都市化的意思 那么今天我就要来打卡一家很City的店 看到这样的装修 您能想象出我是来这里喝茶的吗 哇 童话般的花园 精致的摆盘 改变喝茶的体验 也能成就年轻人热衷的网红打卡点 感觉像是起泡茶 甜然后不会像传统的茶那么色 对 因为我们这款其实算我们一个破圈的产品吧 因为我们打破了传统茶楼的喝茶方式 然后我们用茉莉茶底做了一个茉莉起泡茶之后 然后我们以一个喝香槟的方式我们来出品 也会吸引各种年轻人来打卡 茉莉花茶因为口感独特受众广泛 不少茶企积极拥抱新业态延伸产业链 直接开设吸引年轻族群的茶饮门店 这家位于敏江之畔的潮流茶店 已经打造了30多款茶饮新品 不少茉莉花茶的特条饮品都成为了爆款 很文艺很清新的那种感觉 到这里就是享受这种视觉的冲击 跟这个味道上的这个回味板 带给我们那种体验 点上这一口茶 然后住在这里感觉特别好 作为茉莉花茶的龙头企业 春伦集团仅在福州就开设了七家潮流茶店 接下来还要走进北上广一线城市 立足自家的好茶 学着营造氛围感积极拥抱社交媒体 老茶企拓展供应链更紧密地联系消费者 也尝到了甜头快速出圈 如今东西方交融出的好滋味还飘扬过海 在法国等几十个国家炒起来 把它的品种花样多样化 喝茶的场景多样化 就是用喝咖啡的款式来喝茶 用喝酒的茶具来喝茶 那形成的炒茶 年轻人就喜欢援抱我们的传统茶 我们有文化自行跟底气走向国外 就在华国 就是巴黎形成我们就中国的奢侈品 让国外能喝出冰糖味的茉莉花茶 春天般的味道 鲁诺企业呢 一个可以把其他的一些企业 能够整合起来推动产业 出海在海外市场形成整体的优势 同时可以降低单个企业的成本 第二个呢 我们要练好内功 提供好良好的产品 注重质量安全 符合年轻消费者的喜好 不见的茶叶 在出海方面今后前景还是很广阔的 在巴黎大地上 一场关于茶叶的变革 在重产销各个环节悄然欣喜 我们能感受到茶农和茶商 对于拥抱高科技的热忱 以及对于探索新赛道的思考 我们也希望闽人们 继续以敢闯敢试的精神 为茶行业注入新的生机 让这款古老的饮品 以青春的姿态 去征服新的蓝海